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4月24日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长达半年的展期 终于在24号这天圆满落幕 闭幕典礼上台中市长卢秀燕 除了感谢前两任市长对花博的贡献之外 也对市府同仁和花博志工献上最高的敬意 而交通部长林佳龙这天也受邀出席 强调花博落幕也是新的开始 期盼未来能延续花博精神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美丽 九天民俗竞艺团带来精彩的战鼓表演 为活动热闹开场 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24号举办闭幕典礼 台中市长卢秀燕特别邀请交通部长 也就是前台中市长林佳龙参与出席 并对前两任市长的贡献和付出表达感谢之意 我尤其要感谢林前市长林部长 因为他在我们花博花的心血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花博如果有点成绩的话 我想我们要特别感谢林前市长的指导跟建设 非常非常谢谢他 台中花博能够圆满的落幕但是也是新的开始 我们期待花博经验也除了世界经验以外 也可以为台中留下很多有形五形的建设 跟未来发展的基础 长达半年的花博展期一共吸引超过700万人次入园参观 如今圆满落幕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表示 花博落幕是新的开始 接下来台中市也将承办2020台湾灯会 期盼未来能和市府合作延续花博精神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美丽 我现在做交通部长我也会全力支持 明年的台湾灯会在台中 我们也期待导路设计 让未来的灯会能够像花博一样 这么样的有吸引力 我们也做了一些交换 就是我们要派出怎么样的互相联络人 那双方要怎么合作 大家放心 我们两位都深爱台中 我们一定会充分合作 好好为这座城市来努力打拼 而台中花博力经地方选举 门票亏损风波和权力经争议不断 尽管顺利落幕 但相关的后续检讨也让外界相当关注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不倒 请不吝点赞订阅